巴爾迪摩是警察局長說,誠致已經平靜 星期一,因為這個月較早前一名黑暗青年被警察關押期間死亡而引發騷亂後,當局實施消禁 身穿防暴裝備的警察仍在街頭和抵制消禁的一小群抗議者發生衝突 消禁在當地時間星期二晚10時生效 這班人聚集在星期一騷亂最為嚴重的巴爾迪摩城西的一個交渣爐口 當警察命令人群散去時,有人扔樽回應並嘲笑警察 不過在消禁生效大約一小時後,大多數抗議者離開這個地區 據電視畫面顯示,消禁生效後幾十名國民警衛軍開著軍用車輛在街上巡落 巴爾迪摩警察局長安東尼·貝慈對媒體說,事實上消禁是有效 конт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